大家好,我是老陈,今天我们开始接着聊分月 在聊分月之前,我再顺便提一下 我前面关于聊侨岭的那一期啊,后面还有两期 我已经录好了,我准备把它放在会员区 我的会员区呢,分三个级别,第一集呢,就是关于移民啊 当然啦,这个 关于这个侨岭也在里面,第二呢,就是 第二集稍微贵一些,差不多五块钱,一个月 就是关于创业啊,各种计划啊,等等的 第三集呢,就是关于分月了,就是远方的信嘛 第三集现在还没有会员,所以我里面放的视频比较少 我呢,现在就是把这个聊信的大部分都放在 非会员区,好,那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我就来聊一聊 蒙特利尔,我以前说过嘛,蒙特利尔是个信多 那他信多都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仅仅是 有几个高科技的 色情网站嘛 不是的,他的从各个方面 好,现在我们就先从高科技网站来说吧 刚才不是提到他了吗 很多朋友都知道,PonHub PonHub呢,它就是一个 相当于YouTube一样的 当然了,是成人内容的一些分享 它只是成人影片,全是成人影片 就跟YouTube完全一模一样,它没有图片 你如果想看图片内容呢,有其他的一些网站 我准备明天或者后天就专门给大家推荐 十个最好的成人网站 这是我说的这个内容 PonHub它是一个科技公司 它是。。。 PonHub它不是一个公司,它后面是一个公司 它是哪个公司呢? 我以前说过,这就不说了,今天我们光说它的 性产业内容吧 跟它。。。 在同一个公司呢,还有很多网站 比方说,Brothers啊 这个呢,是由康大的几个学生 他们创办的,都是视频分享网站 有的呢,是会员网站 这样的网站非常非常多 顺便说一下,这个PonHub 我们中国很多朋友把它叫P站 因为它以P打头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准确,因为P打头的 这样的网站非常多,你如果说P站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P站 比方说是什么 PonTube啊,RedPon啊,其实都应该是P站 好吧,大家既然专职PonHub,那我们就说它是吧 就说是视频分享网站,这是其中的一类 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想买生意做 我在一个卖生意的网站上就看到 一个就是这种帖子吧,人家就卖 这种成人网站,说是 它有各种各样的资源,签了各种各样的协议 就是那种,别人拍的视频,它也可以去用 但是它没时间去打理 如果说是谁买了,谁有时间去打理就好了 但是呢,我们当时没敢去买 它要价才有五百家元,也不是特别的多 其实真应该买下来,现在你就是 做一个普通的商业网站,我给别人做都差不多 五个页面就要五百家元,人家做一个色情网站 而且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而且还赚钱 卖五百块钱,确实是不贵的 所以呢,现在我多少有一点点后悔 没有去买这个网站 这是第一类 就是色情网站 就是那个 分阅影片的分享,就像YouTube一样的 第二类呢,就是各种各样的 线下的那种拖衣舞厅 拖衣舞厅可能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大半年来,可能生意不是特别的好 但疫情组会过去的,所以 拖衣舞厅也是非常好玩的 它有专门针对男性的拖衣舞厅 专门针对女性的拖衣舞厅 都是比较好看的,而且呢,它通常是跟酒吧呀 连在一起的,酒水消费也都在 还有一类我给大家说过的就是 换区俱乐部,其实也是一种酒吧 我怎么又说错了,换偶吧 嘿嘿,我们搞男女平等嘛 女的可以换男的,男的可以换女的 换偶在 蒙特利尔,在整个加拿大,美国 它是被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前面还说过,其实中国现在 换偶的也非常的多 其实换偶应该分为 被归为一个比较大的类 叫Polyamory,就是那种 泛爱吧 嘿嘿嘿 那个中文叫什么词,我还忘掉了 就是一个女的娶好几个男的 嫁好几个男的,一个男的嫁好几个女的 好几个男的,好几个女的 大家同时是夫妻叫 全婚制 这个词想起来了 也不是个制度吧,全婚爱好 其实也是这么回事,因为 他到那儿去,其实比咱们国内找小三啊 或者是自己偷偷地去嫖娼啊,比这个要好 因为,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到那儿去了之后,因为有一些规则在那儿 总比你没有规则的 去瞎搞要好多了嘛 关于这个,我以前深入地探讨过 我就在这儿也不深入探讨了 就是说,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呢 蒙特利尔作为这么一个 分岳场所 色情之都 信都 它还有一类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按摩院 这个按摩生意里头 有正规的这种医疗按摩 是比较辛苦的 也是,应该说是个主流吧 但是,主流外面也有一些支流 也有一些24小时营业的那种按摩院 大多数呢 都是这种琴瑟按摩 琴瑟按摩 有些呢,它在网站上 它也有自己的网站,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上面就公开说,我这是色情按摩 叫 Erotic Massage 有些纯粹是按摩,有些呢,它就给你提供性服务 提供性服务呢,是非法的,警察知道会抓的 虽然在蒙特利尔 往北面 一河之河的 喇巴勒 有一个类似红灯区的地方存在 就是现在还允许 这种类似色情生意往那儿入驻 但是当地的那个居民 反响还是很大 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孩子 出去在马路上逛的时候,就看见,问他们,说这是什么店,是干什么的 所以他们答不上来,撒谎吧 不好,不撒谎吧,又实在有些概念是说不出口,解释不清楚 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些 面对的一些事情吧 我们家父亲就一个拖衣舞厅 但是呢,他那个拖衣舞厅离我家 还不是特别的近 离小孩玩的公园啊,还比较稍微有点远 但是他路过什么刀勒店啊,路过玩具店啊,宠物店啊 幸好他是比较高,他的牌子挂得很高很高,小孩还没指着问过,说这是什么地方 好了,那这个,这就是我说的 另外一个 下面还应该说一个 一种生意,就是一种 色情 就是这种 分跃的摄影吧 叫erotic photography 有些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 他可能这种功能就不行了 因为人 像这种 做这种事情,周公之礼,也是趁年轻嘛 像年纪稍微大一些,可能就 这种欲望也就下降了 所以呢,有些人就是说是 老两口 最后再做一次 然后就是找一个摄影师,给他 照些照片,或者是拍摄一些 视频,然后留下来,有时候回味着看一看 而在 有些就是这种 摄影师啊,我也 见过一个华人摄影师,他说他就给一些老两口 老人就拍摄过不少这样的视频 但是有些说是,拍视频的时候挑战非常的大 因为那些姿势,他确实是不喜欢 而且也没有经过设计,没有特别的美感 而专门拍摄这种色情 影片跟图片的,他要给老人化妆 要给老人进行一些场景布置 要呢,要让他们看着 做一些什么姿势,要摆拍啊等等的 都要出来,让他们非常喜欢,就跟国内的婚纱摄影一样的 只不过是 以另外一种 另类的,大家不太习惯的一种方式 而他们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这个也是赚很多钱 我家不是也是做着摄影生意吗 有一个老先生,他呢,就到我们店里头来 组着拐棍,他说的是英语 他说他以前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人 好像是在黑社会干过,看上去也像是黑社会老大似的 他说,他呢,就想跟他的女朋友一起 拍那种色情的,裸体的,做爱的那种 那种影片跟那种图片 约着让我们到他家里头去拍 他家就在喇娃勒,是比较远的 你看,喇娃勒离我们家店是非常非常远的 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来了 我们也在给他找摄影师,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摄影师 我们自己呢,因为那设计的 面比较广嘛,要设计化妆,要设计这个那个 所以,那时候也刚刚开店,那时候 打赢的生意也特别的多 还有装框啊,还有做其他的电子相册啊 所以就没顾上,让那个老人一直没有去拍 说起来也是一种遗憾啊 最后,还有一种生意,就是蒙特利尔 作为信都吧,因为 我们还是回到前面那个 色情影片的分享网站 这上面去,色情影片分享网站 当然,很多人要去拍摄了 有一些影片呢,是很多人在家里头 自己拍摄的,就跟我做YouTube一样的 就是找一个女的,也许是演员,也许是她 自己的老婆,或者女朋友,或者是同学同事那样的 去做那些事情,然后把它拍下来 当然了,拍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有各种各样的目标,观众 这个呢,以后我们抽空再给大家再说 我就说,有些人是作为职业演员 是专业做这个的 专业做这个呢,他就要做一些专业培训 而蒙特利尔就有不少这样的学校 专门搞这种培训,就让你 当演员来演 这种色情的影视作品 然后,教你怎么样写剧本 尤其是对男性 让你把某些器官 怎么样能够持久的 保持一定的硬度 就是,有很多我再不往下说了吧 这个我可以专门给大家说,我以前也承诺过 这段时间,我可能就把这个说出来 就是蒙特利尔的色情影片的 专门的学校,到哪儿去找 好,那关于蒙特利尔 作为信都,作为这种 分岳的,怎么说呢,现代的红灯街吧 今天这个内容呢,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你看我穿了黄色的,因为我今天要说的色黄嘛 以后这段时间,我可能都要穿这种 这个黄色T恤衫 给大家分享 关于 信方面的内容 因为我的这个会员,我前面说过分为三集嘛 第一集是移民 这要接着说下去,第二集呢 是关于创业 以及各种政府的这种补贴 还有怎么样去注册公司以后,我都要给大家说 有一部分内容也要放在会员区的第二集 第三集呢,就是信与远方 我觉得,我把它公开说 也挺好的 比一些喜欢的人 比一些比较感兴趣的人 来做一些相当于娱乐吧 好,那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谢谢朋友们,再见 谢谢朋友们,再见